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网络上流传 大约有七百多人连述一封至人大常委的公开信 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罢免薄熙来人大代表的程序合法性做出解答 不过中国问题专家分析 在完全不照规矩形式的中国社会里 选择性的挑出个案只能是政治举动 公开信指责说 中共当局没有依法处理薄熙来被控涉及的罪名 没有依法保障薄熙来所应有的公民权利 并要求必须尽快依法依据纪 纠正政府的此一违法违纪行为 时事评论家恒合认为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 如果有一些案例不是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走 大家要求改正是可以纠正过来的 但是中共的一切都是不正常的 人大本身按照规定来说的话 就是应该选举出来的 但是提出要求的人 有多少自己曾经选举过他的人大代表 就这些人大代表和这些人大常委会的代表 有几个是被选民选出来的 如果说他们本身就不是选民选出来的话 你怎么能够寄希望于通过一个正常的程序呢 就他们的产生都不是一个正常程序的 所以在一个完全没有规矩的社会里面 选择性的挑一些案例来 只能说这是一种政治举动 前途市民林荣华自称自己不左也不右 也不是挺薄熙来的联署人 他就自己为何签署联名一事 向BBC中文网解释说 他的想法很单纯 就是希望中央能够依法公平处理薄熙来案件 他本人是一个破坏程序的人 就是仅有的中国的一些 法律没有被完全破坏的 他破坏一尽 所以说当大家为他呼吁的时候 应该想一想 是不是应该优先考虑一些 被他迫害的人 被他用非法程序迫害的人 用这种方式来表明程序的重要性 蹊跷的是 公开信友孔信东等知名大左派 却不见薄的军师司马南的名字 新唐记者长春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